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电动新车评 今天我们来到比亚迪的展厅 来看这一台2023款的比亚迪E2 这款车呢 其实在平台上已经做了很大的变化 它跟海欧海 暴海 豚以及原Plus这些车一样 同样是采用到了 这个一平台3.0的这一个技术了 所以在血统上 它是更加纯正的一台电动车了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这台车的一个外观 有没有发现这个外观 看起来跟之前的E2 真的是有很大的不同 说实话 如果我不是在网上之前 是看过这台车的图片的话 可能镜店里面很难一眼认出 这就是一台E2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 它这个中网部分 是与之前的E2有很大的不同 之前它这个Dragon Face的这一个设计 其实现在变成了一个封闭式的设计 看起来外观上 是更加像一台电动车了 同时在这两边 它是做了一个熏黑的设计 整体上看起来是更加的好看了 然后在这个大灯灯组这个地方 其实与之前旧款的一样的 变化并不大 然后在这个光源上 它是有两个配置 这款车 在低配上它是用了树光源 然后在高配上 它是采用到了一个LED的光源 在这个日间行车 灯的这一个轮廓下 我觉得这台车 真的是前脸看上去 特别的好看 然后我们再来这个侧面看一下 就是在侧面上 这一个变化也并不是特别大 但是它这个简洁的 这个线条的设计 让我们在路上看起来 A这台车 其实是看起来挺清秀的 同时我们来到车尾部分 它整个车尾这个尾 是采用到了一个贯穿型的设计 它也是与之前一二的 这个整个设计 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的 其实呢 现在新款的一平台3.0的 这些车型呢 它都是支持安卓手机 以及苹果手机的 这一个MZ的一个开锁了 同时呢 它还支持苹果的穿戴设备 进行开锁 我觉得这点是非常方便的 然后呢 还有一点非常有意思的 就是这一台车型呢 它同样是跟别的 这些比达的车型一样 是可以用手机APP 进行远程的解锁 远程的启动 远程的开空调 等等的这些功能 所以这一方面 我觉得真是非常的方便 但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呢 还是在车里面 我们进去看一下 进到车里 大家有没有发现 它整个设计 是跟之前完全完全不一样了 我先不说啊 后期先帮我贴两张对比图 发现可以看到 它这个区别到底有多大 什么方向盘啦 8.8英寸的夜景仪表盘啦 12.8英寸的中控屏幕啦 以及这个中控台这一部分啦 然后还有这些门把手 这些地方 其实完全都是不一样的了 它其实是跟上了 海洋系列 在这个一平台3.0的这整个内饰设计的这一个风格 其实它的这整个这个质感也是被提升上来了 最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块地方 我不知道海豚车主会不会非常的羡慕呢 因为它这一块设计是跟海豹的 这一个换挡的设计已经是一样的了 而且相对起来 我觉得好像比海豚车更加实用一点 更加好用一点呢 然后说完这些设计方面的东西 看起来是更加好看了 那么在实用性方面 它有没有得到提升呢 我们首先先来看一下 在这个方向盘的这个调节上 刚才我一上车调方向盘的时候我就惊呆了 这一台车是有四项调节的 所以你可以随心所欲的调到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一个驾驶的一个角度 就像现在这样啊 我觉得这点是非常的好的 然后呢 还有就是它这个门把手的设计 刚才我要下车的时候 我也发现 这门把手 它有一个内扣式的这一个设计 这个设计呢 可以让我们在上下车的时候 扶着这个把手的地方不会滑走 这一点设计也是非常的走心的 然后还有非常挺现这台车的一个设计细节的地方就是 虽然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地方都是硬塑料的一些设计 但是在这些我们可以接触到的这些地方 比如说像这个盖板的这一个上面 我们手肘会接触到 然后呢 在门板的这个地方 我们手肘也会接触到 它在这些地方呢 全部做了一个软质的一个设计 就可以让我们在不经意这个手肘碰到的时候 会更加的舒服一点 所以这一点设计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走心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阅读灯的这个地方呢 它是采用到了这个触摸式的设计 而且它的这一个感应是非常的灵敏的 轻轻碰一下它就会开关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 它的用料应该也是非常好的 不然的话它的触摸的灵敏度也不会这么的高 然后呢 在这一个遮阳板上 我们可以看到 它两边都是有化妆镜的 看到没有 它这两边都是有化妆镜的 这一点设计也是比较少见的 然后呢 比较特别的是 它的这一个设计呢 这个开关的设计 它这个手感也是比较好的 这个开关的质感也是比较好的 所以说在整体一二的这一个用料上呢 我觉得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一点 我们再来说一下 这个12.8英寸的这个中控液晶屏啊 这个屏幕呢 同样是支持这个横屏跟竖屏的 这个切换的设计 这样呢 可以让我们在看导航的时候 这个信息显示是更加完整的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更远处 有没有堵车啊 有没有啊 这些路况不好的一个情况 然后呢 它同样支持 你好小迪 在呢 这一个唤醒 然后呢 小迪可以帮你做很多的事情 比如说 帮我们播放音乐啊 帮我们导航到什么地方啊 帮我把空调的这个风量调大调小啊 或者把音量调大调小 我觉得这一点 无论你在任何一台比较迪的车型上 你都可以体验到这个非常方便的一个设计 我觉得最要我惊喜的是 12.8它同样也是配备了这个舒适停车的这一个功能 这里还可以调两种踏板的这一个脚感 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好的 这个舒适停车的这一个功能呢 如果打开来的话 无论你是在急煞 还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就算你控制不好 这个刹车踏板 你也不会让你的副驾 或者你的后排乘客 觉得你刹车刹得太急了 刹得不好 而感觉不舒服 我觉得这一点设计 是在一平台3.0的这个技术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舒适的一个提升 同时呢 它这个座椅的这个柔软度是非常的好的 刚我一坐上来就感觉到了 哎 它这个座椅的这个贴合的感觉是做的很好 同时呢 它跟海豹 跟海豚也是一样 同样是采用到这种一体式的这一个座椅的设计 这个设计看起来是非常好看的 有没有觉得 然后呢 刚才我也做了一下后排这个座椅啊 我觉得它比前排座椅的这个柔软度更好 有种感觉像是那种记忆枕头的那种感觉 嗯 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好 但是呢 依然还有两点需要吐槽的就是 首先第一点 就是它中间这里只有一个杯架 这是让主架放东西 还是让副架放东西好了 如果是有两杯水的话 总得有一个人拿着是吧 然后第二点呢 就是一二它是全系 还是没有天窗的 所以如果说 对天窗有需求的小伙伴的话呢 这一点还是有点小遗憾的 刚才我在前排不是说了吗 后排座椅 它这个呃 棉是比较柔软的 而且有一种记忆棉的材质 其实你看我这样一压 其实它是很柔软的 然后呢 当我坐下来以后呢 哎 我会发现 我坐下去的这一个冲击 它不会马上的 呃 把我弹起来 而是它会吸收掉一定的这个呃 我坐下去的时候的这种冲击感 然后再慢慢的抬起来 这种感觉真的是特别的有意思 我在车上是第一次 感受到这一种棉的材质 我觉得这个挺好的 不知道在未来海洋的别的车型上 会不会同样搭在这种棉啊 我觉得这个是挺不错的一个呃材质 然后呢 在空间方面呢 我们再来感受一下这个空间 其实我觉得跟呃 海豚的这个后排空间是差不多的 或者说可能还稍微大这么一点点 这不太好说啊 其实整体的感觉是差不多的 我们再看一下尾箱空间 尾箱空间才是差别比较大的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尾箱空间 这个尾箱空间才是最离谱的 作为一台10米3的车 你的尾箱空间这么大 是不是有一点不太合理 真的是太大了 这空间哪来的呢 我都没想明白 你看这个尾箱空间 这个长度有多少我不知道 但是把我这个整个人放进去 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你要露营啊 要去长途出行啊 计较游啊什么的 这台车完全能满足你的需求 这款2023款的一样呢 它的一个纯电续航是406公里 同时得益于一平台3.0的搭载 它不仅采用到了刀片电池 同时这个70千瓦的高效率的扁线电机 也同样搭载在了这台车型上 然后最主要的是 这款车它还搭载了热泵 同时呢 它是全系标配的热泵 在这个10万出头的车型上 能搭载上热泵 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难得 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了 再来说一下这台车的一个充电速度啊 这台车的一个快充 如果需要充满的话呢 也就是从20%到80%的话呢 它的一个充电时间是需要30分钟的 然后它这个电池电量呢 是43.2千瓦时 也就是说按照每度电1块钱来算的话呢 那我们充满这台车的话 是需要43.2块钱 这也是非常划算的了 这台车的最快充电功率 刚刚忘记说了 它是40千瓦时的 相比像海豚海豹这些车型 会稍微低那么一点点啊 这台车呢 虽然看起来没有这么多豪华的配置 看起来并不是像别的车型 有这么这么精致的一个内饰设计啊 或者外观设计 但是呢 它主打的就是一个实用 也是得益于一平台3.0的这一个平台 搭载在这台车上 也让它的这一个 不管是外观设计啦 还有内饰的一些配置 以及内饰的设计 都得到了非常大的一个提升 但是呢 它的价格并没有提升非常的多 目前呢 这一个一二 它有两个配置 一个是10.28万 一个是10.98万 就这样的一个价格 你可以提到一台这样的一个车 是不是非常的划算呢 目前呢 我也刚刚问了一下店里面的人啊 这台车如果需要提车的话呢 大概等车是需要一个月的时间的 所以说如果感兴趣的话 不妨在车里试一下 曾经何时都没有想过 中国的品牌 有一天能做出百万级别的豪车 而且是百万级别的硬核越野车 这次上海车站一次出了两台 哎呀我都说了 把电车必须得买400公里 哎呀不是 这台车一定买300 300够便宜的 这小时谁会去跑三楼嘛 买400 打个车 每周开300公里 就从一次进行不好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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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